玉里镇公所和玉里镇青年会23号晚间6点举办了2022岁末感恩全民采接祈福活动 不仅欢乐的庆祝叶丹节也为新年度的富足来庆祝 镇长江东成表示期待在新的一年 这名们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喜乐 有些人穿着玩偶装圣诞老公公装扮等等 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走上街头 不为夜晚气温多低多冷也教不习玉里镇民的热情 这是玉里镇公所与玉里青年所办理的2022岁末感恩全民采接祈福活动 沿路从明泉街中正路中山路民国路光复路以及大同路等等 也特别准备气球跟糖果送给路上的正名大朋友小朋友 到六点我们六点的时候会有一个绕镜就是绕玉里镇的一个采接游行活动 欢迎我们的民众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而且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只要你的装扮很花俏很华丽很漂亮 你都可以成群结队 我们大概只要七位到八位变成一个团体 我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我们有丰富的奖金欢迎大家一起来拿 每年到了圣诞季是感恩感动的时刻 期望在今年的疫情趋缓期间 民众可以借由圣诞节欢乐的气氛 与亲朋好友共度欢乐时光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机关注 拜华 发表 8 编统